所长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110集的研究生张琼如 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主题是论师的主察官 相关的内容最主要的研究来源是布派佛教 这本著作的中篇里面的论证篇 四五英法师是玄奘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研究所的教授 他最主要的研究范围是来自于大批菩萨论 以及异部中伦论的一个内容 针对当时很流行的一个菩萨思想 这些有部的论主他是以身问行者 最主要的一个叙述的一个立场来提出 作为一个菩萨他应该具备怎么样的一个德性 跟怎么样的规范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论述当中 完全展现有部论主他的两个基本的态度 第一个是他对于所谓的真菩萨 他的一个风范跟德性 提出一个非常高规的一个定义 他对于我们一般经常会取材的菩萨的一个本身的故事 他们也以比较相对理性跟严谨的角度来去阐释 所谓的一个本身故事 他背后相关的一个脉络跟相关的一个因缘 事实上菩萨指的是具有勇猛精进的一个态度 并且他追求的是无上菩提 而不是一般的智慧 一般我们都认为菩提指的是智慧 但事实上他指的是一种无上的一个智慧 换句话说 菩萨指的是他在态度上面 具有非常的勇猛精进 绝对不退转 追求的目标是无上的佛道智慧的有情众生 这相关的这些内容里面 法师他大概要跟我们谈的几个重要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 我们所谓的一个菩萨 他在布派佛教里面 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来出现 那么在有布的论师里面 他们认知菩萨他是怎么样的一个风貌 最重要的是所谓的菩萨跟反复重视有什么不同 那么菩萨他会具备哪些的特殊德性 怎么样的资格会被称为叫菩萨 那么他们是行怎么样的一个普罗密多行 释迦菩萨他意于我们一般常人 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殊胜特质 是有包含哪些 那么这些呢在法师的这个著作里面 都给予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提示跟研究整理 所有的神圣经典里面 我们可能都要先去理解 不管是有部或者大众部 甚至是龙树菩萨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我们可能都要先有一个潜理解 什么叫潜理解呢 我们可能先去了解 他们所处时代或他所处的地域 他相关的政治经济民风的一个背景 可能都要先把这些元素放进去 我们比较能够理解 为什么这些说法有这些流变 为什么有这些说法的不同 那么他们不是为了要去争执 而是任何宗教其实服务于 那个时空的一个民众 如果我们拔掉时空条件 可能就不能够了解 为什么他们的说法会有所不同 有部的论师呢 他们为什么要去拔出这么高的一个菩萨标准 在那个时候有北印的大众部 还有分别说部等等其他的部派 还有一师也就是同样都在有部里面 有不同老师不同的说法 那么最重要是在那个时候 已经有风起云涌的大圣菩萨道的一个思想 所以换句话说 有部的论师在面对所谓的 异部以师 以及大圣佛法的一个兴起的时候 他如何去凸显自己的论点跟观点 这个是他们一定要去面临的一个挑战功课 那么我们在往后看之前 我们先把接下这两个的定义 先把它看清楚 我们比较方便在后面 每一章节来去仔细的去拆解 那么大众部认为 友情他只要能够去发阿洛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他就可以叫做菩萨 那么只要他经过两个阿森奇节的一个修持 他当他决定那个时候 他就是圣者 这个是大众部的一个看法 所以他们认为在那个时候 释迦菩萨他已经就是圣者了 他就不会再起所谓的三恶想 他就可以依照他自己的意愿 而决定他要身为人生 或者是他可以转到畜生到 对众生做一些大慈大悲的一个视线 另外大众部认为最后生菩萨 他是从都帅天下降的 然后他是以白相的形象来入胎 然后从母亲的幼邪进去 然后幼邪而生 这是大众部对于释迦菩萨的一个诠释 那我们来看一下友部怎么看法 友部的看法就很不同了 友部认为说的友情要经过三大阿僧奇节修行 这样够不够呢?不够 大家可以看从两大阿僧奇节变成三大阿僧奇节 还不够 还要再进入百节修妙相业 不只是智慧充满了自己的去向 须决定就是我今天要往哪里去这个方向 我也非常的清楚的决定 我绝对不会退转 并且在这个时候呢 不管是人或者是天都有共识 都共认他是菩萨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还要有得五圣事舌五劣事 这是什么?待会后面我们会说 这样子才能够称为叫做真菩萨 那真菩萨是不是就是最后生菩萨? 不是喔 大家可以看见 在友部的认为里面 即使有这么多的条件叠加上来之后 真实菩萨他还是凡夫 但这个阶段很多的烦恼 事实上还没有真正的断除 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是可能会因为业力牵引 还是会堕入恶趣 但是他有可能依他的愿力 生诸恶趣 可以饶意有情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 两边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大众部会说 菩萨是不会再有起三恶心 那但是我们看到 友部认为他要到 依第四净律起暖顶忍逝 他能够入正性离身 并且以三十四心断一切烦恼 这个时候他才真的是叫做圣者佛陀 所以我们发现大众部会认为 他决定的那一刹那 他就已经是圣者了 而对友部来说 我们会发现 第一个 两个阿僧祭节 并三阿僧祭节 还要修妙相业 在外相上面是不同的 在态度上要很清楚的决定 人跟天都要达成共识 同意你是真菩萨 并且要有得五圣事 舍五劣事 然后还要再继续修到入忍位 然后在依第四净律起暖顶忍事 起三十四心 这些层层叠叠上来 他才叫做圣者 大众部认为 菩萨是在入胎的睡 以白相的行入 母亲的幼邪 然后从幼邪而出 那么友部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呢 后面也是作者 他要跟我们做仔细讨论的一个重点 友部他讲这么复杂 这么层层叠得上去 跟大众部的观点不同 为什么呢 事实上 友部的论师他真正要去对峙的 其实是 在那个时空底下 有一些 实非菩萨 对于自己有一些轻慢心跟骄傲心 认为自己非凡 他的德性跟修行 事实上是还不到位的 认为 或是一时 或持一数戒 乃至思维 一试据送 便得必果 好简单 有没有 然后或者是说 这些声吻 只要他的 很立根 只要经六十节就够了 然后或者是读觉 即立根者 经百节就可以 哇 那这个就 真的是时间相对少很多了 所以呢 有部论师会 对峙于这些 把条件做得这么宽松 甚至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有部论师真正 他要去对峙的 要去对话的 事实上是这些人 那么菩萨道 跟整个部派佛教 中间的学历脉路 到底什么关系 这也是作者 他希望能够 跟我们做很清楚的探讨的 在大圣佛教里面 菩萨的身份 到底是以人菩萨为主 还是以我们印象中的 天神外道 或者夜叉 这些菩萨为主 菩萨断货正真 到底要经过 什么样的一个次第 到底是重定 重禅定 还是重会 这中间呢 差别在哪里 那就跟大圣佛教里面 菩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那就有很大 很大的一个参考价值了 作者在讨论 这一部分的菩萨观的时候 他以七节来做讨论 那么这七节呢 包含到第一节里面 他探讨的所有 菩萨的定义 怎么样的友情众生 才有资格称为叫菩萨 那么在第二节呢 作者就要跟我们讨论了 菩萨到底是圣者 还是凡夫 那么他入胎的时候 形式是染还是进 入胎出胎 住胎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这也是在第二节 会做清楚的讨论 那么在第三节 我们要讨论的是 大众部会认为 菩萨期当他下决定 他就已经胜者 而有部论师认为 其实到很后面的之前 他都还是凡夫 那我们就要问了 凡夫到底能不能够断 欲滩跟称愧 他会不会起三恶响 有部认为可以 而化地部跟 庇域师会认为不行 那这里面到底 差别在哪里 可以跟不可以的差别 限定在哪里 这也在第三节 会做清楚的讨论 第四节 菩萨这样的一个大愿力 这背后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原动力 就是我能够证悟了 我依然会愿意留在人间 来去行我的菩萨道 那么这个义无反顾的背后 到底是来自于 什么样的动力 这个也是我们在第四节 会去讨论到的 那么第五节的话 就是针对有部的论师 透过大悲菩萨论 对于菩萨产生定义 龙树菩萨透过大制度论 他有非常多的一个挑战跟瓶破 进入第六节 有部的论师 在他们的观点里面 菩萨他具备 人间佛教行者的 这个很鲜明的色彩 会在第六节 做清楚的呈现 而在第七节当中呢 从四个主题 来去做一个相关的搜数 刚要的一个讨论 我们现在一节一节 继续讨论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第一节菩萨的定义 在大宗部会认为 菩萨有凡夫有圣者 那 在有部会认为 菩萨都是凡夫 就刚才一开始有谈到 大宗部会认为 两大阿僧奇节的一个努力 用功 那么有部会认为 三大阿僧奇节之外 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三大阿僧奇节到底是多久 成柱坏空其实就是一大节 三大节是三次的成柱坏空 那么三次的成柱坏空 如果换成我们现在年线来说是 38亿4千万年 所以在有部认为来说 一个菩萨经过 38亿4千万年努力 再叠加上 刚才我有谈到很多 所以大宗部会认为 我今天就两大阿僧奇节 这个努力 并且我下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当下我就是胜者 但是有部就不这么认为 我第一个时间拉长了 第二个来说 你还要修妙相业 第三个来说 你还要经过外貌上面 跟别人的不同 以及天人的认证 哇 那个时间性跟这个功力的深厚 就相当相当的不同了 我们这边要先再度的提醒大家 在有部认为真实菩萨 还是凡夫 还是凡夫 这一定要记得 那么有部认为真实菩萨 第一个阿僧奇节 要经过种种的一个难行苦行 第二阿僧奇节的时候 菩萨知道自己决定要做佛 可是那时候他还不能够 非常的笃定的 把无谓言说 我当做佛 就在第二阿僧奇节满的时候 还没有办法 第三无数节满的时候 他已经修了妙相业 并且知道他来世 决定当做佛 在那个时候 他会发无谓事之后说 我当做佛 这是前面有故讲的 不止我今天 我功夫时间做足了 功课做足了 我今天我心里决定了 而且我敢非常无谓 勇敢坚定 绝不退转 对外宣示 这些条件都叠加上去 到这个时候 他才叫做真实菩萨 为什么对于有故的论师来说 他一定要等到修妙相 也就是在外面上面 相上面 别人都看出跟人家是不太一样 所以32相好 透过外形上的不同来说 我会表现出我的走向 我的去向 我的兴趣 自去所向 也是非常的符定 并且也透过外向上的展示 不只是人连天界都能够达成共识 同意 肯定 尊重 你绝对是一个真菩萨 并且最重要是第三点 他要舍五列士 得五胜士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舍五列士 得五胜士 舍五列士 得五胜士 就是上面写的这五个 第一个 舍诸恶区 就是我今天不会再投胎到 畜生到 那么我永远都会横生散去 他行很好的一个善业 没有因为造恶业而堕山恶区 这个状态底下 他才可能因为他的大悲愿力 决定我要身为人 或者我可以进入畜生道 以特殊的外形 来去饶育众生 但是呢 畜生道 他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借由忍的力量 那另外一种就是 我今天我还没有到那个忍位 但我还是众生的时候 我可以借由厌恶生死 而透过 父师慈戒 文慧 思慧 修慧 升起 行菩萨道的一个毅力 勇气 但是我不会堕入恶道 第一个 舍诸恶去 就是不会堕入出生道 我永远横生散去 但必要说会因为 我的入人位 或者是我今天 我厌恶生死 而让自己 透过布施慈戒这些 我可能可以 即使是入出生道 也是我的菩萨道的决定 这是我们这边 要先做分辨的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另外的四件 烈士跟圣士是什么 舍下烈家 恒生贵家 就是说我今天 永远都会生在富贵之家 那当然最重要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在当时来说的话 印度有种姓制度的一个观念 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的 大家都希望是生长在富贵人家 就告诉他你行好事的话 那你都会生在富贵人家 这当然对大家是有鼓励作用的 同时他还告诉大家这种因缘果报 事实上是真实不虚的 这第二个 第三个是 怎么样生都会是 不会是女子生 而是男子生 那么这里面 他有分作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来说 在生问佛教的时候 他们认为 女众有无碍 女众没有办法做转能圣王 是天王 摩天王 犯天王或佛 这是那个时候的看法 但是在大秘菩萨论里面 他们就不把这个男生 解释为男性或女性 而是大丈夫 做大丈夫 那么就会得大丈夫相 大丈夫大气度 大作为的概念 而不是男女 生物性的一个性别 那去彰显菩萨 大无畏的一个求道精神 对于很多女众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心上 心上那个微妙的不舒坦 那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平衡了 那最重要的第四点就是说 所有的菩萨来说 还有一个特殊点就是 他的这个诸根圆满 而且他的六根猛力 他的各种的感官敏锐 都胜过于一般的众生 那最重要的是 他能够远离 种种友情的各种的过失 然后恒德自信生念 那么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 大众部跟有部就非常的不一样 那菩萨到底是圣者 还是凡夫 大众部认为 菩萨是圣者 他是发愿入出生道 一般的凡夫跟圣者来说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 但是有部认为 菩萨是凡夫 菩萨是不畏业力 并且他是基于自己的勇猛精进的一个精神 他是发愿 自己发愿 往生而去的 那当然到这里 我们就明白 其实要讨论的什么 讨论我们一般所听到的 所谓的本身的故事 我们在本身的故事 就要看到 释迦菩萨 他以动物的形象来呈现 我们一般都认为 这些动物所谓的恶趣 那既然他是菩萨 怎么会有 这种动物的形象呢 那大众部就说 是因为他是圣者 他是圣者的话 他可以发愿入恶趣 但是尤部说 不是的 菩萨还是凡夫 但是他是不畏业力 他发愿趣的 那这就很不一样了 你是凡夫可以继续做人 你还愿意发愿 入畜生道 以动物的形象 那显然就真的更了不起了 这个作者他提出了 大众部跟尤部 他们各有一些值得讨论矛盾点 那么大众部 他有谈到 一切的菩萨是圣者 所以他不会起三恶想 他得正三果 可是如果说 他已经不起三恶想 远离男女情爱的话 那么为什么释迦佛 他还娶妻生子 我们都知道 他有一个儿子 在大众部 他们里面有提出个主张 就是菩萨是圣者 他以不污染心 还是能够 娶妻生子的方式 延续他在人间的一个行为 但是这里面 他就反映于 现在大圣 佛教的一个 众说奋云的一个矛盾 所谓的一个圣者 菩萨到底是 只要我决定 我决定 我一定要请菩萨到 那么我就是圣者 还是一定要是最后生的菩萨 但是菩萨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可以取妻生子 那在佑部就不会有这困扰了 佑部说得很清楚 菩萨他还是众生 他还是反复众生 所以当然他会有预想 在这个矛盾点 在佑部就不会呈现 那么佑部的矛盾点在哪里呢 反复菩萨 他有时可以成大愿力 生诸恶趣 其实饶印有情 可是他又说了一句就是 释迦菩萨91节不剁恶趣 可是我们在本身故事里面 又看到释迦菩萨 他又以小鸟 猴王 鹿王等等的释迦本身 这里面就产生了矛盾了 他其实想要去贯彻 菩萨他是凡夫 但是他又多加了一个 释迦菩萨91节不剁恶趣 说他可以因着大愿力 又可以以这个动物的形象 来去饶育众生 你发现他就卡在这个 身问佛教的一些限制里面的话 他就产生无法自圆其数的一些矛盾点 有部跟大众部 他们对于菩萨 他断惑跟正真 他到底是经历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他定义是凡夫或者是圣者 一决定就是圣者 或者我今天做决定之后 还要不断不断去 透过各种方法来确定 我的绝对不退的那个定心有多么的强大 四地不同就决定了完全不同的菩萨观 圣跟凡就完全就展开不同的论述点 也会展开大众部跟有部在论述菩萨观的时候 就有完全不同的取材 对于有部来说的话 是以人菩萨为主 所有的菩萨都一定是在人间 他强调人间行菩萨道 并且要在人间来去成就自己的一个正觉果位 所以所有的这些小鸟猴王是业力使然 他在整个论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他在取材上面 他是以这个释迦菩萨为典范 然后以这个本型菩萨 就是这些所谓的本身故事为辅助 那么对大众部来说的话 所有的我们看到的这些 不管是小鸟猴王都是菩萨以圣者法力化现 然后所以呢 他们就会以这个以本身故事为主 然后回头再去论 这个万全正觉之前的释迦菩萨 两大部派他们的观点不同 就决定他们要从哪边来做切入 以哪个为主 哪个为父 接下来在第二节我们来谈一谈 菩萨的转世跟同生 菩萨到底是凡夫还是圣者 这个就是有部跟大众部 他们很大的一个不同的观点 那么入胎的时候 他的心事到底是染污还是清净 那么他皆由什么样的原因牵引 让他不断地在人间做流转 大众部认为菩萨是以清净心入胎 他认为他入胎的时候没有颠倒响 完全就是依他的污染心 他入母胎 住母胎 出母胎 并且最重要的是菩萨成就他的一个人形 其实跟父亲母血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他入胎的时候因为他是圣者 所以成他的一个人形象跟我们都不同的 他是瞬间他就诸根顿具成就他的子体 那么对有部来说 他认为菩萨就是凡夫 所以他当然就像我一般的人一样 是以染污心入胎的 虽然他有亲爱之情 心有染污 但是是以正知入胎 那这个就是菩萨凡夫跟我们一般凡夫的不同 都有染污心 但是他是以正知而入胎 而我们凡夫并不是以正知入胎 因为是众生 所以在有部来说很清楚的主张 就算是菩萨 也是要透过父亲母血 透过正常的这个细胞分裂的模式 然后让诸根见次成长 并且还是要经过一般正常 该有的外境条件 才能够成就形体 那这里面你就发现了一边很神话 跟人没有关系 这大众部 那对有部来说的话 他还是反复只是说 他入胎的时候是正知入胎 那所有形成他有这个人体的形象 都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该有的生物的原理 他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神话在里面 那么接下来讨论所有的百相 大众部认为就是菩萨入胎的时候 就是以百相的形象去入母胎 而有部很清楚的表达并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菩萨是九十一节不剁恶趣 在菩萨他入胎之前叫中有生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就跟他圣年的时候是一样的 有三十二相的庄严相 怎么可能都已经有三十二相好的庄严相 他还倒回去进入畜生道的一个百相 不可能 所以有部很清楚的说 并不是 并不是这样子的 那不是这么说 可是马明 大批菩萨论里面很清楚的说 那这什么意思呢 那马明就说得清楚 明明就有百相了 那有部论主就说 那怎么会通 不需要会通 根本就不需要会通 为什么不需要会通 因为这是一个计 并不是经历论的三藏 我们只能够把它当作 它其实就是一种意境 不能够把它当作严谨的原文 来去当一回事 而且要明白它是一个比喻 那它比喻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 印度的风俗里面 就任何人只要梦见 白相入胎的话 它是非常祥瑞的 所谓的白相入胎 它是一个比喻 比喻祥瑞 而不是真实 它就是一个白相 这个是有部论事的一个观点 有部关于菩萨 他的入胎出胎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跟大宗部一样 是从又邪入 又邪出 然后是正知入胎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 就跟我们一般老百姓一样 这是从身门入的 所以在由部来说 它有两种说法 那么大宗部主张 它没有所谓的一个中有的形象 菩萨入胎的时候 就是以白相的方式入胎 从母亲的又邪入 又邪出 来表示 其实就是菩萨 就跟一般人不同 非常的吉祥 非常的亲近 那么今天当已经誓愿作为菩萨之后 是不是就完全断 烦恼都不会再倒退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法师 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研究见解 有部跟其他部派 他们看法是不太一样的 有部主张 菩萨就算是反夫 但是他能断玉滩 能断沉溃 对于烦恼 他是能够做很好的一个控管跟处理 是可以的 有部认为可以 但是有人不同意了 化地部主张不可以 庇域事业主张不可以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要特别注意的 法旧大德说 凡夫菩萨 他虽然没有办法断烦恼 但是他能够服缠 那大众部呢 这个作者说 因为没有充分的资料 所以没有办法直接证明 作者有提到 依据他所找到资料 他认为大众部主张是 圣者菩萨才能够断除烦恼 但是凡夫是没有办法的 那这里面你就发现 有部就 主张跟人家特别不一样 大家都主张 凡夫是不行的 那你为什么觉得可以 大家一定要记得 有部跟 不管是大众部 或者其他的部派 他有很大的不同是 主张释迦菩萨就是凡夫 他何以能够成为释迦佛 他会主张可以断 可是别人说不能断 到底能断不能断 差别在哪里 这里面呢 作者给我们很清楚的研究主张 一定要先记得 对有部来说 凡夫菩萨是有次第的 所以对于在断烦恼 正解脱 他有分为两个大次第 一个是叫做见次正果 一个叫做超次正果 那这两个是什么呢 见次正果就是从 入初心到第十五心 那这个叫做道位 他不叫果位 方向上 我要往这个方向 往这个道路的方向去 我从第一个道 一二三四五到十五 他叫做道位 叫做形象 好 在那个马路上面 往那个方向走 凡是没有到 入正性离生之前 都还是凡夫众生 好 但是最重要是一个叫做超次正果 也就是第十六心 到这里的时候呢 他就进入了所谓的果位 对有部来说 他主张能够断除烦恼 降服我们的烦恼 指的就是第十六心 并不是说在入初心等等 他就能够做到 他是要前面十五个 到位都修满 进入完成第十六心的果位 进入超次正果 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才具有这样的一个功力 但是他不是圣者 因为他的段是什么段 是以世俗道来段 并不是圣道段 他的观念 他的一个逻辑是 一以贯之的 他是以世俗道段 而不是以圣道段 他还不是圣者 他已经讲 一定要到最后身菩萨 全部都完成了 那个时候才是圣者 这是有部的观点 他指的能段 是指在行菩萨道的 到一个很接近 快完成前的那个阶段 他是可以做得到的 对有部主张是 阿鲁汉依然会有退心 所以一生菩萨 就凡夫菩萨 会不会因为起烦恼心 起恐惧心而退堕呢 论师认为会 会是会的 但是呢 所谓的一个凡夫菩萨 也分作两种 一种是不退法的凡夫菩萨 一种是会退法的凡夫菩萨 这是为什么 他前面不断的去谈到 各种的一个修行 菩提智慧 修得很圆满之后 我还要在我的去向之分 表达怎么样 我都不会再退 的那个去向 到天人都更正 那个时候 才会进入所谓的一个 第十六位的这个阶段 所以到那个叫做 不退法的一生 所以到那个阶段 不会退堕 而在前面来说 都有可能 因为菩萨的心不够坚定 会却起烦恼而退堕 对有部来说 主张菩萨是凡夫 凡夫可以断烦恼 并不是在歌颂凡夫 凡夫也分为 会退去 跟怎么样 我都不会退 绝对会勇往直前的 精进勇猛的 凡夫菩萨 他分得很清楚 非常了不起的 精进勇猛的凡夫菩萨 他们有能力 能够断烦恼 不起三恶相 那其他的 他们认为不行的 是为什么呢 这个在聘语室就说了 一般的凡夫 他是没有办法 断诸烦恼 唯能 看清楚 能够扶缠 这个福禅 跟有部他所谈的 真实菩萨 他有讲 他用的是 世俗道断 而不是圣者断 他们的概念上 其实接近的 并不是真正的 圣者断 而是所谓的福禅 世俗道 我能够降福 控制住我的烦恼 而不会对那个烦恼 跟着卷入恶趣 进入六道轮回 顺着这观点 我们来进入 第四个主题的讨论 推动 菩萨行者 能够怎么样 我都不退 中间背后的 圆动力 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个大怨心 可以让一个人 这么的勇往直前 并且最终最终 可以圆满 他的一个菩萨道 所谓的菩萨 到底是不是 在树下一直打坐 打到轻飘慢妙 然后自我圆满 打到一禅二禅三禅四禅 他是一个自立行者 或者是有一种菩萨事 我有涅槃的之鉴 但是我不急着证悟 我放弃 立刻证悟佛道 还是会重新的 以菩萨身 来继续走我的菩萨道 到底怎么样的一个路径 会产生这两种 不同的一个模式 那么阴顺导师 他有谈到 其实在布派佛教里面 他们在修行 这种所谓的 次第观的不同 其实就展现在 到底是人间的菩萨 还是天上飞来飞去 有神力的菩萨 其实就非常非常不同了 就阴顺导师的观点来说 大宗部就所谓的 一个贱灭得道 那么他谈的是一个 顿观 有部是 人间苦而得道 是一个贱的一个观点 大宗部的观点来说 我们就发现 朝这个方向走来说 就很容易倾向走禅定 打坐个人的体会 走这条路线来说 他会喜欢走涅槃至禅定的方向 倾向自己在这边打坐 去进入这种生定状态 他自然不会去走入人间 去做产阳佛法的这个行动 那么如果说是走这种 在人间以凡夫众生的角度 去体会会解脱的一个菩萨来说的话 他不会具备涅槃制 那么他自然很难去对大众 去宣说所谓的一个涅槃智慧 对于金顺导师来说 不管是大宗部的健灭得道 或者是永部的进苦得道 其实都有种特色 就对这个人间来说 艳离心切 也比较容易倾向是自立的一个方向 那么大圣菩萨道 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关键是我们刚才谈到的 有一种菩萨 他具备有灭涅槃的知见 但是他不是阿罗汉 他有涅槃的知见 他不去正佛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这么深的一个智慧 对于人间的这个大悲心 有他的一个大愿 加上佛力的加持 在这个六道中的轮回 不断的救度的众生 这个部分有他的一个 自在的一个智慧 这一类的特殊的菩萨 就是所谓的大圣菩萨道里面 不断有很多很多的菩萨 投入救把苦难人间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菩萨的行者精神 他也创造了大圣菩萨道 时代精神的一个先驱 就是这种有涅槃之见 而不正的凡夫菩萨 大圣菩萨的一个氛围 才能够在当初 艳离气氛浓厚的一个 佛教界当中 独树一格的开始发展出来 在大圣佛教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典 就是《小品般若经》 它里面有谈到了 上人应求上法 那么行者应该要知道 眼前是学识 而不是正识 就是我今天我有涅槃之 但是不急着证悟 这个时候学是什么 我今天要透过实践 证悟菩萨精神跟佛道 上等人要以这个方法 来真正的证悟佛道 而不是透过禅定 或透过种种的苦心 那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关联了 大众部他又讲到了 菩萨虽然是圣者 但是他就是正之见 有灭涅槃 但是他不正入阿罗汉道 那这个是在大众部认为的 这个菩萨 这个部分我们就看到 跟大圣佛教 他其实有香气共鸣点 而法旧大德呢 他说菩萨虽然是凡夫 他能够入灭境定 但是他不入 为什么 他想要能够广修般若治 所以他在灭境定心而不乐入 他会希望入友情界来去度众生 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跟大圣佛教观点的一些呼应 跟共鸣点 有部的论师 在大疲菩萨论里面 谈的这些菩萨观 龙素菩萨 怎么看待呢 他很有意见 那这边接下去 我们以六个角度 来去看龙素菩萨 他是怎么去挑战 有部论师的观点 有部他是以释迦菩萨 来作为典范 把这个菩萨的德性 推得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一定一定要有妙相 外表上就跟一般人不一样 龙素菩萨不以为然 龙素菩萨认为就是 其实只要能够聚大寺院 心不可动 精进不退 这样的内涵就是菩萨 没有一定要在外相上面 来去做要求 这是龙素菩萨的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来说就是 有部的论师认为 要成就菩萨就一定要在 现在这个地方作为人 这个土地上面 就是这个人间 而且一定是在欲界 然后以人类来起修 才可以做菩萨 这是有部的观点 龙素菩萨不这么认为 龙素菩萨认为 大圣的菩萨能够普入巴仲 能够普入十方世界的友情 所以其他的不只欲界 其他的色界 其他的道 其他的宗 菩萨都有机会 能够去行他的菩萨事项 行他的大悲愿力 并不是一定要在欲界 也不一定是 一定要以人的形象 针对 有部对于菩萨的某些定义 他有举出很多很多很多的 不以为然 他最常指南的就是 你说这些观点 你告诉我到底根据哪些经典 这在里面有提到很多 龙素对于有部 有很多的指南跟挑战 但是作者 他认为龙素在相关于 布施波勒波罗密多行 这个部分 对于有部的不以为然 他的那些不以为然的 引用之处 龙素取的并不是 有部的直接论述 他认为他的隐具 是可能是值得考虑的 他用那个来攻击有部 但是他用的那个论点 不一定是有部说的 那再来就是真的第五点 释迦佛出世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一定要挑特定时间 特定的地点 特定的种族 才是愿意诞生 有部认为有 那么龙素菩萨认为没有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有没有十方佛 我觉得作者 他以非常非常智慧的角度 其实给了很好的诠释 以声问部的法师来说 他们为什么不谈十方佛 因为那个时候 他是声问表示 那个时候释迦佛还在 那么释迦佛既然还在 他就要告诉大家 只有我这个佛 所以趁着我还在的时候 你们要赶快精进努力 否则我走的时候 你们就没有菩萨了 所以赶快精进赶快努力 因为这样 所以在声问时代的时候 声问就表示是 释迦佛还在的时候 你还看得到他 听得到他 既然看得到他 我就告诉你 趁着我在你赶快努力 我走的都没有人 那我就告诉你 没有十方佛 可是对于释迦佛 离开几百年之后 面对都看不到释迦佛的 一般的信众来说 法师就谈到了 万一有十方佛 而我们说没有的话 那可能就会有心放之罪 那如果说 其实是没有 但是我们说有的话 对于信众 我们也让他会感觉到 即使眼睛看不到 但是在无形界来说 其有很多的菩萨佛 会保佑我们的话 也能够让一般的信众 起恭敬心 所以说有十方佛 没有什么不好 这个是作者 从他的观点提出的 我觉得讲的也真的蛮好的 供大家做参考 业力可畏 菩萨道的标准 拉到这么高 把它定义为重生 来鼓励我们 努力逃向那边精进 但是这么难的状况底下 我们可能又不太愿意了 算了我就放弃 好难好难 于是就有所谓的 异行道的这个观念 可是就会让 尤部论师觉得 大家都太随便了 甚至行了这种 轻慢心 这也不好 这背后来说 确实有所两难 所以他们今天 把这个标准拉高到 像释迦佛这么高的标准 即使是设立佛 这么的高知识 来在面对佛道的时候 他也曾经起怯懦心 那更何况是 我们这些心性怯懦的众生 所以就会有所谓 大圣佛教的权衡 来鼓励我们这些平凡 心性怯懦的众生 有一些的可能性 有一些的方便 我们可以慢慢地 朝向自我圆满的方向来前进 在第六节 到底修多少的一个波罗蜜多行 才真正能够得到大圆满呢 事实上部派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有部的论师就提出了四个波罗蜜 外国师就提出六个波罗蜜 那有作者说不知道是哪个部派 他们也提出了另外一个六个波罗蜜的一个说法 有部的论师呢 认为忍 其实放在戒里面就可以了 禁律呢 就放在波罗里面就可以了 所以换句话说 对于有部论师来说 关键是师 戒 精进 以及波罗 这四个 在我们一般的佛教界 不太会立所谓的一个禅波罗蜜 不会那么那么地看重所谓的一个禅定 也所谓的禁律 这个足迹不会放得很大 那为什么呢 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大树下 清飘曼妙 只有自己 灯光好气氛家 一个人打坐得很舒服 这有一种独善引顿的一种风格 那这跟大圣佛教 入人间 跟众生一起同苦 大悲 这个精神是完全是不同的 这个法究大德他也主张了 菩萨不急着正路 一旦正路就进入另外一个道座 我没有办法再进入人道 来人间跟众生同苦共悲 有部的整个信念来说 他不断地强调 菩萨就是众生 成就就在人间 所有的实践性都是在人间 所以菩萨的波罗密多行 一定是在人间来成正等正觉 我们更清楚看到 有部他赞叹人间的优越性 他也强调佛教一定要在 现实人间的实践性 所以对有部来说 所有的菩萨是在人间圆满 菩萨道也在人间成佛 这是有部很清楚的一个态度 那么对有部的论识来说 菩萨怎么样才能够圆满呢 烦恼禁除得禁制的时候 就是他圆满 四波罗密多行的时候 不管怎么叙述 他都不会抽离 人间成佛的这个观念 有部非常非常的赞叹强调 人类具有勇猛意念范形 这样的一个特殊性 那这个是在其他诸天 没有办法有的一个条件 所以他有个特别的观念 看清楚了 人间在天来说 他是善处 人间是非常殊胜的 身为人类是其他天界 没有的特殊条件 那么可在人间的话 有所谓的胎卵失化 那为什么选择胎生呢 那么我们要记得 就是在有部他们那个时代 释迦佛已经不在了 所以他们有一个弘扬 就是大家要去供养舍利 也就是释迦佛的身体 留下来的 有形有相的一个物质 见那些舍利就如见佛 但是大家想 如果说我今天选择胎卵失化的话 我也能够成佛的话 那就没有佛舍利 那我现在拜那些舍利就很奇怪了 所以他会坚持 菩萨他再投胎的话 他就是以人类的人的胎生 这个是整个的一个观点 所以有部论师说 菩萨是凡夫 这句话并不是污蔑或者是低贱 释迦佛 第一个他先界定 人类在天界来说 也是非常棒的 很优秀的 很善美的地方 而人类能够成就自己的某些特殊德性 在天界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正得佛果 就要在人间 不在人间没有正德佛果的可能性 这就是有部的观念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在最后作者 他又从其他的杂类里面 以四个主题 来去再重新的再去搜索 阐述有部的论师 对于菩萨的一些观点跟诠释 他都要讲同件事情 对于有部的论师来说 成为菩萨 思想智慧很重要 但是在人间勇猛精进 不退堕的实践 这两个东西要并行 不可以分割 没有人可以会解脱 也没有人禅定解脱 有智慧有禅定 但是你要来人间做人 在人间成就 这个才是真正能够 正德佛果的所有可能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他非常非常的一贯 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去 殊胜凡夫肉身的那个释迦佛 并且也凸显了 释迦佛的一个不容易 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圣者 我有特殊法力 我决定我要投胎做人或畜生 这很容易 但是我还是一个 具有烦恼心的凡夫 竟然不怕做畜生 而且我还敢再投胎 这比圣者还更是了不起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有部的论师来说 他以这个角度来去赞叹释迦佛 而不是以凡夫为鉴 这个是一个他们很清楚的一贯态度 这也是这一宗的学说 一以贯之的一个态度 世物音法师他也谈到了 其实整个一部的论师 他透过大批菩萨论 谈菩萨观确实是有两难 其实他整个菩萨观确认跟阐释 是为了去处理其他的部派 或者不同的老师 以及当时兴盛的大圣佛法 还有当时有一些 把菩萨的成就 他认为处理得很随便的 他希望能够破这些人的不正确的观点 而彰显确认他们这一派的立场 以及对于释迦佛的彰显跟崇敬 他们其实要谈的就是 现实人间 现实人间 而不是一个在天上飞来飞去 可以保佑你 因为是既然圣者跟人就没有关系 但如果今天告诉你 释迦佛也是菩萨的话 你也是佛 他其实他讲的是这个话 他终于有这样的一贯性 但是产世的过程当中 或多或少 也会有大圣思想 震入在里面 统色这样的概念进去 那才会让龙树菩萨说 你不断地说的那些 八十种好 经历论人是没看到的 但我们都能够理解 那个时代 他们面临的为难 以及他们希望能够唤醒的 或者是能够去浮显的 背后其实对释迦佛 莫高的崇敬 赞叹他那样的一个勇猛 精进跟绝不退落的 了不起 这是一种赞叹 而不是一种对众生的为难 那么有不论是他真正的企图 其实他严谨地去界定 真正菩萨的风范 他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是 释迦菩萨 他真的是人世间非常非常稀有 非常难得的行者 有苦恼心的一个凡夫 他能够在人间成佛 并且就把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 那最后他自己正得解脱 他就算已经有这样的智慧了 他依然愿意以这个熟世的热忱 来到这么殊胜的人间 以可以有特别情怀的人类的形体 终究在人间完成他的佛果 这是有不论师完整的主张 从不派佛教有不论师的观点 到大圣佛教 印尽老师又告诉我们 在生生世世当中 能够勇猛精进地求无上佛道的这些菩萨们 他们其实是为我们开展大圣菩萨道很重要的火水全员 也是大圣佛教兴起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指标 这是今天跟各位同学以及所长所分享的 中间可能有个人的知识不是很到位 或者阐述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也请所长、各位老师、同学提出指教 谢谢大家